随着以色列悍然进攻拉法,不但是中东多国纷纷表态,强烈谴责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行为,同时整个世界也开始悄然变天了,就在近日,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表态,直言反对以色列对拉法的进攻和占领,并谴责以色列对无辜平民的杀戮。 消息已出,整个欧洲哗然了,欧洲的小马哥竟然再次雄起了,这是要开始造美国的反了吗?要知道以色列那可是美国的亲爹,就在前一周就在前天的联合国会议之上,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还趾高气扬地威胁所有代表,你们谁敢让你让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,我就让美国制裁谁, 那个意思就是谁敢对我不利,我就让我儿子揍你一样的嚣张,而在以色列的强硬命令之下,美国甚至对自己国家内部的大学抗议,反以疯狂打压,哪怕造成美国内部严重撕裂也在所不惜,由此也能看得出来,犹太资本已经深度掌控了整个美国,如今的小马哥直接指着以色列的鼻子谴责,那就是直接打脸大漂亮,不但是对以色列迎头痛批, 明确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的决定,直接打脸美国和以色列,更加让人意外的是,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关于俄罗斯的问题上,也突然发生了立场巨大转变,之前马克龙信誓旦旦声称,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, 马克龙的这个言论,必码引发整个欧洲的恐慌,许多欧洲国家纷纷对马克龙的言行提出批评称,这是要向整个欧洲拉入火坑, 而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表态声称,法国和俄罗斯不是敌对国,法国乐见俄罗斯的稳定,并不寻求俄罗斯政权更迭, 同时法国还宣布将一座桥梁,直接改名为红军桥仪表纪念二战苏联红军,看来这个小马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想通了, 欧洲和俄罗斯没有根本矛盾,真正挑起矛盾的是大漂亮,故意挑起欧洲和俄罗斯的矛盾, 好让美国坐享其成,更深一步把欧洲绑定在美国的战争之上,很多人不禁纳闷, 为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之间一夜雄起,不但和美国选择划清界限,还和俄罗斯也突然峰回路转了呢, 这几天法国发生了什么,这个想必都不用我多说了,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, 说实话,一直想重振法国雄风的马克龙,这么多年在欧洲被美国压着打,有时候甚至是被美国公开羞辱, 比如公开就抢法国的订单,以莫须有的名义,直接打击制裁法国的公司,面对这一切,法国只能打掉牙网杜利燕, 尤其是一帮欧洲小弟们,如一盘散沙一般,都匍匐在美国的脚下,争先向美国表忠心, 敢当美国的马仔,让他这个欧洲一哥心里也不是滋味,而如今得到某超级大国的携手支持, 这终于让小马哥看到了彻底摆脱美国,重振法国雄风的希望,所以这也是小马哥突然雄起的原因, 但是小马哥要小心了,因为他这个决定,无疑是诱捅了美国的屁眼, 估计美国安插在欧洲的监军冯德莱恩,已经偷偷跑到美国找拜登去告状去了, 不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态度突变,整个欧洲的风向也开始悄然出现变化了,就在今天, 欧洲国家也就冻结俄罗斯资金,援助乌克兰问题达成了一致,就是将冻结资金所产生的利息, 90%用于援助乌克兰,10%用于援助欧洲国家, 尽管美国不停的怂恿和施加压力之下,尽管冯德莱恩多次鼓动欧洲国家共同行动, 将扣留的俄罗斯的所有资金,全部用于援助乌克兰, 但是欧洲国家还是没有敢将俄罗斯资金用于乌克兰,而只是采取折中方案,将扣留俄罗斯资金所产生的利息, 用于支持乌克兰和弥补那些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。 在5月8日,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警告,任何扣留俄罗斯资金的行为,都必将遭到俄罗斯的迎头统计, 而在此前俄罗斯已经动手,将美国摩根大同公司的四个多亿美金直接没收, 以报复美国扣留俄罗斯资金用于乌克兰援助的行为,看来面对风向的突然变化, 即便是冯德莱恩山峰点火也都不管用了, 再加上美国同时深陷俄乌以及巴以两场战争之中, 自身又深陷经济危机无法自拔,让这些欧洲小弟们也开始打退堂鼓了。 目前以色列的疯狂终于迎来了疯狂的反噬, 就在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,执意进攻并占领拉法的同时, 在欧洲国家希腊,让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突然发生了, 5月8日,在以色列的洋洋宣布,已经占领拉法口岸的同时, 希腊首都雅典突然爆发骚乱,一大批愤怒的希腊普通民众突然出手, 围攻追打一个刚下飞机的以色列旅游团, 并且一直将这个以色列旅游团体追打到酒店, 直到希腊警察大批出动,才制止了事情的继续恶化。 要知道希腊可是欧洲国家,欧洲这可是以色列的传统文有地盘, 而如今以色列的暴行,不但让这些欧洲国家纷纷站在了以色列的对立面, 同时欧洲多国的反以浪潮,也开始迅速蔓延高涨起来, 而犹太人团体也开始受到了冲击, 而就在前几天,在美国的大学反以浪潮当中, 也有犹太学生开始受到冲击, 这是一个危险信号, 以色列的暴行正在反噬自己, 为了避免反以浪潮的蔓延, 美国众议院火速通过了反犹太主义法案, 苛刻到哪怕是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杀, 也被扣上反对犹太人的帽子, 同时以色列直接对美国发出威胁, 任何大学只要胆敢纵容学生抗议以色列, 支持巴勒斯坦的行为, 犹太资本将会中断对其资金支持, 这个意思就是说谁敢不听我的话, 我立即断你的资金, 但是这种极端做法, 更加激起了美国年轻学生, 对犹太资本的愤怒和警惕, 一场更大范围的反以浪潮, 正在美国风起云游, 更让美国和以色列始料危机的事, 就连很多犹太学生也纷纷揭竿而起, 直接也加入了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的行为, 而一些美国民间犹太团体也纷纷加入其中, 因为他们都明白, 如果以色列继续在加沙肆意妄为, 那么败坏的是整个犹太团体的民生, 他们做的孽都可能有以后几代犹太人取还, 甚至会引发犹太人的灭国危机, 所以感到危机的他们才会紧急站出来, 纷纷倒戈向以色列说不了, 连犹太人都加入了反对以色列的浪潮之中, 可见以色列这一次已经到了让天怒人怨的地步, 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约旦突然站出来了, 约旦国王在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的时候, 点名痛疲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行为, 将会引发灾难性后果, 看来面对以色列的疯狂约旦, 也害怕引火烧生了, 而赶紧和以色列撇清关系,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, 也极致鲜明地反对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和进攻拉法的决定, 而法国总统小马哥更是硬气, 直接点名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, 并且强烈反对以色列对拉法展开的军事行动, 不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在火线之上, 点名怒批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, 这一次就连英国也不齐强了, 公开反对以色列对拉法的占领, 迫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, 美国国防部宣布, 由于已经进攻加沙的行为, 美国国防部将会延缓对以色列武器支援, 看来就连美国军方也不得不选择和以色列进行切割了, 以防到最后背来一个大清算, 但是我们看到, 对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发出的批评声音, 内塔尼亚湖根本就不屑一顾, 并强硬对外声称一定会完成进攻拉法, 彻底剿灭哈马斯的作战目标, 可见总以为有亲儿子美国护体的以色列, 是执意一条路走到黑, 不撞南墙不回头了, 但是有句老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, 更大的暴风雨还在后面,